当初我们是怎么样跟大家一起站在一起奋斗争取到今天的民主 而我们今天要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所以我必须要指出 虽然我们在民主的路上是走了这么长远的一条道路 我相信许志杰先生他在民主的路上还是非常幼耻 我们也不知道他真正对台湾的贡献在哪里 如果他还认识不清立法院是人民的 不是他们这种过客一任两任再多任 也不过像王金平最后还是要离开这里的 他拿着我们的薪水摆上了官僚 然后来欺负人民 我觉得这真是最典型的二儒七祖 希望他对于民主能够有更多一点的认识 所以我今天在开这个记者会之前 为了场地我必须要有一些指正 我觉得徐委员恐怕他必须要多多的补习补补老 才能够有发出对他昨天所发出的一些言论 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第一个就是这个国会应该是属于人民的 当民进党在太阳花的时期 他们可以占据国会一个月以上 这个时候当然是正义之神 是非常了不起的革命行动 我们只不过借个场地 竟然要给众委员给我们这些无权无事的人 来小鞋子穿 这是非常不人道 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 然后再谈到他提出来了几点 我觉得非常的可笑 他说国民党今天我非常的感谢郑政权委员 也非常的感谢他能够忍受这样大的一个压力来支持我们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跟国民党脱钩 既然许先生用国民党来压制我们 我觉得他真的是要回去看看历史 我在国民党的时候 我的被监督的资料 大概有两千页 最近资料外放的有两千页 然后用我的贺德芬三个名字为名的档案 有五六个 我牵涉到被监督的安院专案也好 为安院专案也好 有几十个七八十个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挺过来了 我从来没有向国民党低过头 然后我们努力去建立台湾的民主政治政党政治 而今天得政了以后的民进党 居然给我扣红帽子 说我是中共的同路人 我看到最近这样的声音还没有平息过 说我是中共的同路人 我透露给大家 我在中共也是黑名单 我要回去探视亲人都不允许我入境的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帽子 我拿早就有免疫的能力 请他要搞清楚状况 他回去读读台湾的民主的历史 我最不能忍受的 是他说彭文正是通缉犯 通缉犯怎么可以在立法院的殿堂开记者会 荒唐之志 彭文正是我目前感受最深见到的 他真正执行的是一个公民的 最诚恳最专业的一个对于政府监督的权力的行使 他何罪之有 他什么时候犯过罪 检讨国家的元首的犯罪违法的行为 这是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的范畴 而且是要鼓励的一个范畴 国家才可能往前进步 虽然非常卑鄙的 不但是死不认错 还动用司法的机关 对一个完全都还没有定罪 而且完全就是诬告 然后我们用非常确切的证据来指证了 结果由司法黑箱作业 完全所有的有利证据不采用 只有说总统府说了算 蔡英文说了算 闭着眼睛 自己才是睡不醒 觉不醒的人 这样情况之下 竟然敢随便的惯以他以通缉犯的行为 我从来不认为他是通缉犯 我认为他是现在当今的媒体 各位媒体人在这里 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同意我 他是最专业的 最执着的 最遵守媒体伦理的一个媒体人 他有资格得到 那个普利志奖的一个媒体人 他这样的一个坚毅 勇敢的一个行为 竟然要被污蔑到 被这些政客如此的污蔑 我为台湾的媒体感到羞愧 你们竟然在你们的媒体上面 用通缉犯来撑彭文正 怎么会不汗颜呢 媒体人的灵魂全部都出卖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痛心的 比任何的一个 跟今天更要提出严正的指责的 请徐委员收回你这些话 如果你今天 我相信你应该在这个大院子 大宅院里面 你可以到这里来说明 你自己的观点 我们还会在记者会时间里面 等着你 你随时都可以过来 你这么样的无知 你才是一直在这里沉睡